要不通通快快的哭个狗 要不干脆向她低头 别再苦苦压抑心里的痛 哦 痛 和我爱过也算什么 贪图快乐等于堕落 你说一生不是为爱而活 别躺在街口 到最后反反复复茫茫茫茫茫茫 心心哭哭不知为了什么 贩族而非 你无所谓 说自由怎能海阔天空 真是自作自受自虐 贩族而非 你不后悔 翻顾断了退路 好减什么幸福 你又何苦 别躺在街口 到最后反反复复茫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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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苦 不知为了什么 不知为了什么 贩族而非 你无所谓 少了自由 怎能海阔天空 真是自作自受自虐 贩族而非 你不后悔 一无反顾断了退路 一无反顾断了退路 还等什么幸福 你又何苦 不准哭 很小的时候就是姐姐弹的吉他 然后我跟姐姐的一个 还蛮奇特的乐趣 就是我们会姐姐伴奏 然后我们一起唱我们自己编的耳歌 国小的时候我们有同乐会 或者是庆生会 我都会报名唱歌表演 然后我从小就很享受 这一种站在舞台上的感觉 我大学选了这个国画系 那我是一个非常喜欢挑战的人 虽然大学念的是国画系 可是我在大学二年级 生三年级的时候 又自己偷偷地跑去报名了 国外的这个国际性的比赛 而且我是用锡化油画去做媒材 就是做竞赛的作品 那也很幸运地在2015年的 Art Olympia可以入围到东京参赛 我的工作内容其实蛮多的 像摩托尔的话 我们除了一直试镜 不断地要尝试新的机会之外 我自己的话是走过服装 珠宝还有动态的 那平面拍摄也有 发售也蛮多的 我自己最印象深刻的是 有朋友告诉我 在公车上面看到我的广告 那有一天我自己也看到了 我觉得哇 好神奇哦 在路上看到我自己跑来跑去 我就觉得哇 有好多个 我可以陪大家 我在参加这个比赛之前 有一年的时间是没有接摩托尔的工作 我给自己一年的时间 沉淀了自己 去思考未来的方向 我在不管是绘画上面遇到瓶颈 创作遇到瓶颈 那工作上面有一些事情 没有办法用言语抒发的 我都会选择用唱歌的方式表达 这一次这个舞台是 我第一次参加歌唱型比赛 我来这里我希望能够通过这个舞台 用唱歌的方式 将我的故事 还有我想要传达的感动 传递给更多的朋友 更多的人